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书法基础知识第十一讲 印章与印尼 本堂课老师将带领同学们认识书法中印章和印尼的种类 以及它们的用法等相关知识 通过学习,同学们可以认识书法中印章的样式及其种类 并学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印尼 关于印章,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印章的历史 印章自先秦时代兴起至今已经有3700多年的历史 在春秋战国时期,印章称之为习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习为天子专用 大臣以下和民间四人用章统称为印 接下来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印章的字体 在书画的范畴内,印章被称为传课艺术 印章最常用的字体是传书 传课艺术发展至今,随着人们审美和时代的变化 各种各样的字体都应用到了印章中 比如历书、楷书、行书等 除字体的广泛应用外,印章又有哪些分类呢? 印章按传课的内容来分,主要分为名号章和弦章 名号章之外,统称为弦章 名号章主要有名字、摘号等 弦章则可以是名言景句、诗词等 按照传课的技法来区分,又可以分为朱文章和白文章 朱文是传课时把传文以外的部分刻掉 讲完印章的分类,我们来看一下制作印章所需要的材料 印章的材料有玉、木、水晶、金属、石料等 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石料 石料以清田石、昌画石、寿山石、巴林石为主 这四类石材合称为中国四大印章石 在印章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它不但是历代文人默克、书画必备的工具之一 也成为了人们把玩收藏的珍宝 了解完印章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印尼 印尼是我国特有的文房之宝 随唐时期,因为有了丝薄和纸张 于是,人们采用水调制蜂蜜、朱砂等方法 将印章印在纸上,这就是印尼的雏形 由于水干之后,朱砂容易脱落 到了明代永乐年间,人们开始使用油来调制朱砂 之后便逐渐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用到的印尼了 当然,印尼的质量也是有好坏之分的 印尼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 传课艺术所表达的效果 好的印尼红而不燥,细腻厚重 盖在作品上色彩鲜美,有立体感 时间越久,色泽越是鲜艳 质地差的印尼,盖出来则显得色泽灰暗 有的游寄进出,使英文显得模糊 那么,好的印尼是如何制作的呢? 制作朱化印尼的主要原料来自于矿物和植物油 以及植物纤维和天然香料等 将这些材料等比例混合之后,用手工导容制作而成 看完印尼的制作,我们来看一下印尼常见的种类 印尼常见的种类有猪砂和猪镖两种 猪砂印尼,是用瓢制猪砂时沉淀在乳膊最下层的猪砂制作而成 其色深棕红,厚重沉着,多用于楷书、历书 猪标印尼,它是用瓢制上层的猪砂细末调制而成 猪标印尼,其色略显橘红 细腻雅致,多用于形书、草书 了解了印尼的分类,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储存印尼 印尼的储存最适宜用瓷制或预制的盒子,并且要放置在医疗处 印尼在存放过程中,每隔十天左右,需要用木质或竹质的薄片将其翻条搅拌一下 因为长时间不动,印尼会结成硬块 关于印章的使用,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前要将印章擦拭干净之后方可沾泥 使用时要轻按轻体,使用过后也要将印章擦拭干净 印尼也需要盖好盖子,以免灰尘进入而有损印尼的色泽 学会使用和储存印尼,那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印尼呢? 印尼品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其艺术效果 好的印尼,厚量细腻,色彩鲜明沉着 当前,以福建漳州八宝印尼厂所制的印尼为最好 与杭州西陵印社所制的西陵印尼 长州景玉堂的龙泉印尼合成为中国三大印尼 无论哪种品牌的印尼,价格高低不等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印尼 印章和印尼的知识我们都讲完了 这两者结合起来又应当如何使用呢?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潜印的方法 潜印,空俗的意思及盖印 潜印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首先,作品下面要垫至软印适宜的电板 这样盖印后才能使印纹完整清晰地印在纸上 2. 用印章占印尼时,力度要轻而且稳 印章面占泥要满而平均 3. 印章占好印尼后,落纸前手持印章要正直 落纸时要轻、慢 待一面全部盖上之后 稍用力按印章中间 之后再依次按印章的四角 用力要稳,时间不易过长 待色透纸背即可起章 4. 起章时 因印尼有粘性,要轻体 不可以用力迅挤 否则容易拉扯作品纸面,使其破裂 同学们,关于印章和印尼的知识点 我们全部讲完了 那么,我们下一讲将带领大家去了解书法中装表的相关知识 同学们,我们下一期再见